來不及後悔 來不及後悔 也不是啦 當初其實一直都是很習慣這樣子的遊戲節目 後來也不是沒有來 只是因為後來就忙著 然後就很少來就變成就很少來了 可能這次開始以後就... 華健哥太適合了 對啊 其實華健哥在我心裡面 他是一個非常喜悅的他 對 歡樂 正能量 因為你講得不好笑他也會配我 好幾次我都想要問他 你看是在笑聲抱怨 你沒聽出你面的真諦 有時候幽默是很間接的 對 連你都沒發現 真的 所以後來你真的會紅 沒有 對 但我有一個很大的印象 也是他忍真重要相處 我們在機場遇到 然後你就 你不錯 我說沒有啊 我還在努力 沒有 你的歌現在在香港在東南亞 海洋榜都第一名歌紅了 鼓勵你 對 那我一直想問你說 歌紅人不紅 很在意 你可能忘了那個事情啊 我不會忘了 你那首歌是什麼 世界上最長的一首歌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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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可是因為歌太紅 人就被蓋過去了 對啊 真是的 怎麼辦呢 對啊 開心開心 欸 黃先生他會不會擔心疫情宣溫 然後 這個是一直很擔心的 最主要也還不是什麼 票房的問題 還是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大家健康最重要 對 我覺得 已經 都整整一年了 台灣是保島 沒問題 超過一年了 都到今天 那還好 現在目前時間還可以 那 只有一句話了 希望大家全部 好 身體健康 在高雄嘛 順便過去那個 老街那邊拜拜 浦里那邊 高雄當然就是要 高雄跟浦里有點遠 浦里那邊 浦里 浦里 浦里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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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為了撲這個梗 為了撲這個梗 我是想去六合夜市而已 六合夜市 真的在高雄 浦里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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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網路嗎 你會網路嗎 我會講網路嗎 你會網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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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里老街 唉唷 唉唷 繼續 如果雙蛋演唱會的歌單 會因為特別高雄 比如說高雄比較多台語 唉唷 唉唷 講到台語 對不對 我有唱台語歌的經驗 是一定會安排的 而且 有進步 有進步 台語歌還唱得還滿真的 唱來丟丟童話 真的 回車走到一段 阿嬤一段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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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廣東歌的歌 這是米南語歌 台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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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真的 你是 安全香港家 對 會很受歡迎的 對 這一首是米南歌的老街 人更紅 在埔里老街上 阿嬤一段丟 我有模仿過江蕙 江蕙 有這個歌啊 高雄會唱 有這個歌啊 有這個歌啊 沿一段的 有一段 są 有這個歌 還有看 有這個歌 還有忘掉歌詞 會被選擇 你選擇 會不會整首歌唱完 妳的手 很感人的一首歌啦 真的很棒喔 老婆演唱會當天會去嗎 後面記者會 一定會去啦 會聽憲哥當嘉賓嗎 這個應該還不能講吧 先不能講 先不要回答 先不要 場面話先講 先不要 先講場面話 對 你聽說高雄會來 我希望是在台北 還有挑 還挑了 就近 就近 出門順便嘗嘗 那你這時候兩場你都想來 我來啊 你邀請我一定會 OK的 對不對 難得 但唱會有出門詞曲嗎 剛剛就忘了 有一個人啊 老 你自己拍PV 有啦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我演唱裡面 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錯 不會不會 我曾經好像過過紀錄的 我是覺得 忘詞也是你表演的一部分 如果你這次表演沒有忘詞 可能觀眾會覺得 我退票 少了一點什麼 他退票 他退票理由就是 罵得這麼 真的嗎 沒有我 都沒有 都記住了 因為他校園演唱的時候 他到了那一句 我就知道他忘詞 那一句 聽你們唱 大家一起唱 原來這不是我一起唱 不是 是 我真的是希望大家 在跟我一起唱 真的這樣 不不不不 我最喜歡看著那個觀眾 跟著我唱 就是他忘詞 然後我就笑他 觀眾 你笑觀眾 然後我就忘詞了 真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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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選一首 心中最經典的狀況 這樣會是男性 露露跟前面聽聽響 怎麼 我沒聽到 我們心中最經典的 經典的 請說一下 朋友 我也是選朋友 全台灣國小的那個 國中高中的畢業歌 都是這首歌 而且都在打橄欖球 對 對 朋友一生一起走 真的 那個是一個 經典的 有感覺 然後唱完那一首歌之後 我們就會一起 開派對 對 派對 這樣也要 不要鬧 不要再鬧了 對 我當然要 我在我心中的一首 華健的歌 反正是 他的第一首 新的發生 是 追逐風 追逐太陽 準備啊 在人生裡的道上 追逐我的力量 因為那個歌是 新的發展 是 然後我是覺得 華健是一個 他沒有改變初衷的一個人 還沒有 對 永遠都是保持初衷 然後用最真心去唱歌的人 所以在他的歌裡面 看得到歷史 生命 還有我們的情感 他歌那麼認真 我不習慣 我們也不習慣 感覺後面一定有一些什麼東西 應該有在埋伏 沒有 所以演唱會一定要去跟他欣賞 加油 謝謝 憲哥剛剛有說 你會用實際行動 去支持華健哥的演唱會 那如果他真的沒有邀請你當嘉賓 這個承諾還是會失 我買票 還是會 買票最主要是 比如我買500張票 然後你就變成 我有埋伏在底下 然後你隨時拿著麥克風 我們就衝上去就唱 而且是拿著最大隻那一個人 衝上去 他最自卑麥克風去 很大根的麥克風 一定要的話 這個老朋友一定要好好支持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今天合約好像要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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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